接下來是阮昭雄議員 杜鵑花 開得不好 市長就問一下公務員處的處長說 為什麼開得不好 市長是不是這樣 沒有錯啊市長問這件事情很合理啊 也很好啊 但是既然有處長剛剛回報說 因為有議員政治操作 各位 會不會覺得很離譜啊 一些花開得不好 既然是政治操作 是因為給他蓋 藍的膠水 還是綠的油漆 所以他長得不好嗎 簡直是笑話嘛 其實我們市長竟然就相信了 還罵了一句 剛才江市民議員 罵了那一句 幹 看聽起來很雄偉啊 很好聽啊 很有魄力啊 市長 其實我無意對您不敬 但是我認為一個民主政治當中 對於議會的尊重 是基本的 議會去監督市政 去監督你的預算 從八百萬 卡那百萬變六百萬 我覺得理所當然啊 我們應該把錢花當口上 這件事情你應該責成公元處告訴他說 人家會六百萬啊 為什麼你種不出好多杜鵑花 市長難道要八百萬才種得出好多杜鵑花嗎 你需要用這樣的不雅的詞句 來露罵一個本會的 議員嗎 不管他是男性還是女性 我跟你講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所以我認為 這樣對於議會極度的不尊重 我認為議會應該有態度 報告議長 我覺得我們議會應該要發起 議會的譴責 對於市長這樣的行為 我們認為其其不可為 那未來很簡單 任何議員只要敢預算 市長只要罵去國罵 就了事了 任何的行政單位的局所長 都不用負任任 那民主政治 至於何地啊 所以市長 我相信這件事情 對你來講 是個很好學習的典範 不可再犯了 我們議會也應該有態度 而不是你待會在你的事 報告除了道歉以外 我認為議會也要 代表 我們所有議員 表示對這件事情的抗議 我在這邊也用 民主進步黨 幹事黨的身份 代表我們黨團 表示最大最大的抗議 以上 好 等一下 一併處理